两大男神女神陆涵与杨幂首次合作 领先主演由韩国导演安向勋指导的犯罪电影《我是证人》 分别在片中饰演一位盲女和热血少年 无意间成为一宗绑架案的共同证人 他们的所见所闻都将成为破案的关键 翻拍自韩国电影《盲证的我是证人》 在开拍之初就备受关注 尤其男女主角那仿佛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精致五官 被粉丝顺赞绝对是最高颜值的搭档 在释出的仙道海报中 以白色为基底 陆涵杨幂分别以真脸和侧脸入镜 颈上淡妆眼睛一睁一闭 写着我听见了和我看见了 透露两人用耳朵和眼睛得到的线索 在片中会起到关键作用 首次演出识迷茫人的杨幂 直言这是她从影以来最大的演技挑战 而陆涵则是第一次担任绝对男主角 要完成许多极具危险性高难度的动作戏 两人都十分期待这部电影能够带给粉丝全新的感受 夜死为了讯创中心 特别报导